环境微生物学 环境微生物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用性都是很强的一门课程 在我们环境科学和工程领域 微生物学它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环境微生物学主要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微生物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 微生物有什么用 第三个问题 微生物怎么用 那么我们第一章先来介绍一下 就是微生物 微生物学 环境 环境科学和环境微生物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就是什么叫做微生物 我们到动物园去那么可以看到老虎等等就是很多的动物 到植物园去可以看到桃花 梅花等等的植物 那么我们到哪里去看微生物呢 事实上微生物无所不在 但是我们却看不见或者看不清 那么微生物呢 就是一切落眼看不见的或者看不清的生物的种生 微生物呢 它的种类很多 但是它有两个共性 一个呢 它都是一个简单低等的生命形态 另外一个呢 研究微生物所用的技术和设备大致相同 那么微生物呢 主要包括非细胞型的微生物 原核细胞型的微生物 真核细胞型的微生物 那么具体来说呢 它涉及到这么几大类型 第一类呢 是非细胞型的微生物 它包括病毒和亚病毒 细胞型的微生物呢 它根据细胞合的有无 那么又可以分为呢 原核微生物和真核微生物 原核微生物里面呢 我们要介绍到的 主要是有细胞 放线菌 蓝细菌和骨菌 真核微生物里面呢 有真菌 原生动物和微型藻类 和动物及植物相比 微生物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那么主要有下面几个 第一个 微生物的形体很小 小到什么程度呢 看它的话 一定要用显微镜 那么测量它的话呢 不能用我们的米测 它要用专用的测为测 那么测量的计量单位呢 它是以微米或者纳米计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 分子 它是纳米计的 是不是 那么由此可见 也就是说它的个体是非常小的 第二个呢 微生物的结构非常简单 大多数的微生物是单细胞生物 一个细胞就是一个个体 病毒甚至连细胞都没有 那么类病毒呢 它仅仅有一种成分 核酸组成 卵病毒呢 它仅仅有蛋白质组成 所以呢 它的结构形态就是非常的简单 第二个特点呢 它代谢非常的活跃 类型呢 非常的多样 微生物的代谢活跃表现在哪里呢 它的个体很小 比表面很大 它可以产生大量的代谢产物 你比如说 我们天天要喝酸奶 是不是 酸奶呢 它是通过卤酸细菌呢 就是发酵而成 卤酸细菌 它每小时可以产生 它体重1000到10000倍的卤酸 那么我们都知道 我们人类的话 那么现在的标准体重大概是50公斤到70公斤左右 是不是 那么你们一天能吃多少饭啊 那么这样一比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它有多么的活泼了 第二个呢 它的代谢类型非常的多样 那么我们像学生很多 比如说 从北方来的喜欢吃面食 南方来的呢 喜欢吃米饭 那么也就是说 对吃食上面就有选择 卫生物呢 比我们的生性要强得多 它的基质谱很宽 碳源可以是无机的二氧化碳 也可以是有机的 就是说各种有机物质 能源呢 它可以利用太阳光 也可以利用有机物里面的能源 也可以利用了无机物里面的能源 另外一个呢 它生性非常的强 地球的各个部位 各个环境当中 基本上都有 叫做微生物生活 还有一个呢 它的代谢产物非常的多样 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 你比如说 吃的上面 像吃战当中 要放胃精 那胃精就是微生物的产 那么你说 就是说要吃那个 像那个饮料 饮料里面要加柠檬酸或者加苹果酸 那么这里面呢 也是微生物的花椒产物 第三个特点呢 它繁殖迅速 很容易变育 那么繁殖迅速 迅速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把定的成熟年龄是18岁 是不是 那么微生物来说呢 它20分钟就可以繁殖一代 如果没有其他条件限制的话 它24小时就可以繁殖72代 那么经过一周夜的话呢 就可以达到47万亿亿个 那么假如说以重量来计的话 那么像我们人类从生出来 大概也就是几公斤吧 长大了 我们刚刚说过了 也就50到70公斤左右 是不是 那么像微生物呢 假如说一个刚刚开始的时候 那么它的生活量是非常小的 经过一天 也就是72代之后 它就可以达到4.7乘上10的九次方克 那么这样看数据呢 没概念 这个量呢 基本上等于我们地球重量的4000倍 所以说假如说没有其他条件的限制的话 它的繁殖速度是非常快 另外一个呢 微生物很容易变育 那么容易变育到什么程度呢 差不多10的6次方克细胞里面 就有一个发生变育 那么这个大家也没概念 假如说我们说 培养液里面的细胞浓度 可以达到10的8次方克 然后每个宿管里面 就有10的 就有就是2次方克细菌呢 发生基因变育 就是突变 那么也就是说呢 一根宿管里面就可以有100个细菌 发生细胞突变 那么这样的频度应该是非常的高 第四个特点呢 第四个特点呢 它的抗业性很强 修年期很长 那么抗业性很强 表现在哪里呢 我们人就是去游泳的时候 都有这么个体会 你去潜泳的话 潜到2米以下的时候 耳朵要痛 是不是 那么我们海洋里面的 微生物 那么可以生活在 1万米以下 每10米一个大气压 1万米多少大压 另外一个 我们人的话 像那个夏天 那么温度升高到35度以上 好像已经感到不舒服 那么现在 就是分离出来的微生物 那么它的最次生长温度 可以达到105到100度 那么就是说 从样品取样来看 那么确认它是活的 那么它的生长温度 可以达到300度 另外一个呢 像PH 我们说一般的生物 正常生活需要的PH 中性左右 那么有些强酸性的 就是四酸菌呢 它可以生活在 PH0.5的强酸条件下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所有其他生物 长不了的死海里面 那么也可以有微生物生长 所以它的抗拒性 非常强的 另外一个呢 它的休眠期很长 一觉睡去 可以睡到几百 甚至上千年 那么像那个 埃及的木乃伊上面 就是有人分离出 就是当时的微生物 那么经过火化之后 还能生活 是吧 它的睡觉时间 可以很长很长 是吧 第五个特点呢 它的种类很多 数量很大 那么种类多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统计 就统计到1995年为止 微生物的种数 大概有50万到600万种 已经研究过 有记载的 大概有20万种 那么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那么据报道呢 就是我们现在 已经研究过的微生物 只有微生物潜在数量的 大概1%左右 99%的微生物还没碰 所以那个资源量 非常的大 另外一个呢 微生物的数量 非常的大 每颗土壤里面 微生物的含量 可以达到数亿 那么我们全国人口 也就13亿多吧 是不是 那么它一颗土壤里面 那么就顶得上 大概我们人口的量 所以它这个数量是非常大 第六个特点呢 它这个分布 非常的广泛 那么从分类上来说呢 它的界级非常宽 那么微生物的分布 广泛表现在哪里呢 它可以待在土壤当中 也可以待在水体里面 还可以呢 悬浮在空气当中 在植物 动物和人体的 有界面的地方 都有微生物的中介 所以它的分布非常的广泛 那么从生物分类学上来说呢 我们现在一般把生物分为六介 那么在这个六介当中呢 除了植物界和动物界 其他四介都有微生物包揽 所以呢 就是微生物从分类上来说呢 它的跨界也非常的宽 这个是我们要讲的第一部分 那第二个呢 我们再来看看 就是微生物的分类 鉴定和命名 我们都知道 微生物量那么多了之后 假如说不给它编编好 给它个名字的话 那么用起来就很不方便 是不是 我们为了呢 就是说便于鉴别 研究和使用的话呢 一般呢 要给微生物呢 给它进行分类 鉴定 再给它个名字 也就是命名 那么 什么叫做微生物的分类呢 分类 它是根据一定的原则 对微生物进行分群归类 把相似的 或相近的微生物呢 放在一个分类单元当中 那么分类的单位呢 大家大概 第一个单位呢 大概比较陌生 现在有一个月的概念 以前月的概念呢 就相当于戒 那么月 戒 门 钢 墨 磕 所 种 种是一个基本的分类单位 那么有的时候呢 在两个组分类单位之间呢 因为分不清楚 那么还要加上就是一些 就是说是 制药的分类单位 比如说像 亚门 亚钢 亚末 亚科 亚种 变种 等等 种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 它是分类上面的一个基本单位 那么它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指的是表型特征 高度相似 亲缘关系 截其接近 与其他种有明显差别的 一群 菌株的 总称 那么这里又隐形了第二个概念 就是菌株 那么 菌株是指什么呢 菌株它指的是 任何一个分离的单细胞 或者单个病毒烈子 由它繁殖而成的 成种群体 以及后代 就叫做菌株 那么种的特征呢 经常采用一个指定的典型菌株 来代表 然后第二呢 就是我们来看看 就是微生物的鉴定 那么鉴定什么意思呢 鉴定就是借助现有的分类系统 通过特征策定 确定 某一微生物的归属单位 那么鉴定的方法呢 有这样四个水平 一个呢 就是说 看它的细胞 以及它的血性 第二个水平呢 就是说 看它细胞的组分 就是化学成分 它有些什么样的 特殊的化学成分 第三个呢 就是看它的蛋白质 那么我们都知道 就是酶是由蛋白质组成的 那么酶的特性呢 在鉴定当中呢 用的很多 第四个呢 是核酸水平 那么现在分子生活学技术里面呢 就是核酸水平的鉴定更多 那么像我们分类里面呢 16S或者是18S RNN呢 就是作为分类的义菌呢 现在用的非常的普遍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说 分类鉴定完了 那么就要给它个名字 要不然的话 就是说是 用起来还是不方便 命名呢 就是说 它是根据国际的命名法则 给每一类群 或者卧种 一个专有的名字 那么这个专有的名字呢 有些时候 研究微生物了以后呢 那么 就给它一个说明 那么叫起来方便一点 那么它指的是一个 普通的 通俗的 地区性的名 你比如说 像洛农杆菌 它实际上 它的学名呢 是同罗甲丹包菌 那为啥叫洛农杆菌呢 因为我们 烫伤的化农的伤疤里面 那么分离出了 这个菌 颜色有点带绿色 是不是 那么它叫起来 看上去 比较形象 但是说明呢 就像我们民间在叫 阿毛阿狗一样 很容易重复 那么容易混语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为了便于 就是说全世界 各个国家的学者之间的 相互交流 那么就是 一人一名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给它一个学名 那么学名呢 指的是郡种的科学名称 学名呢 往往采用双名法 那么所谓双名法 是什么意思呢 它给它一个说名 再给它一个总名 那么说名呢 一般第一个字母 它是要大写的 那么总名的第一个字母呢 它是小写的 那么在分类学 文献上面的学名呢 它在双名之后 还要加上 首次定名人 这个定名人呢 一般放在括号里面 那么再加上就是说 宪明定名人 和定名的 就是宪明定名人的年份 为啥要那么年格呢 就是为了防止 就是混起来 那么在出版物里面呢 说名和总名 要求协体 假如说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就是写协体不方便的话 那么在下面划一条线 那么表明 这是一个军种 那么它给你就是说 打印的时候 它就会给你打印成为协体 那么大肠杆军 它这个学名 就是这么个学名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 学名它等于首名加总 这是必要部分 在这个文献里面都出现 那么像首次定名人 宪明定名人 以及宪明定名年份的话呢 这一部分 它是可以省略的 除非专门的分类文献里面 那么它是需要 当某个郡猪 归落一个芽种 或者归落一个变种的时候 那么我们命名的时候 还要按照三明法来命名 也就是除了前面的 说明总名之外呢 还要加上芽种和变种的名字 那么在写这个微生物名称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那么这个呢 在我们的坎屋里面 经常会发现就是错误 就是它把这个芽种或者是变种 这个英文字母 它写成了谐体 我们说它的种名和首名 以及变种 它要求的是谐体 但是呢 就是说是 代表就是说变种和芽种的这个字母呢 它是正体的 这是我们讲的 就是说是分类鉴定和秘密 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什么叫做微生物学 那么微生物学呢 它是在分子细胞和群体水平上 来研究微生物的形态结构 生理代谢 遗传变异 生态分布和分类进化 等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 并将它应用于工业发酵 农业生产 医药卫生和生物工程 等领域的这么一个学科 所以微生物学科是一个很大的学科 那么随着研究的生路 那么它的内容越来越多 多了之后就需要 也要对它进行分类 那么形成了很多的微生物的分子学科 你比如说 根据研究的生命现象 可以把微生物学分成微生物形态学 微生物生理学 和我们要讲到的环境微生物学 像微生物遗传学等等 那么根据那个微生物的生态环境 可以把它分为 就是说土壤微生物学 水体微生物学 和我们讲的就是环境微生物学等等 那么按照不同的标准 还可以分出其他的分子学科 那么我们要讲的微生物学 环境微生物学 是微生物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分子 花生物学科 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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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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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